我是第一個吃 然後還有獎品一下 因為禮拜三他們做麻糬 叫我吃 這個麻糬的皮怎麼不Q 他們都加了豆腐 我說幹嘛加豆腐啊 不好吃啊 口感不好 然後他們的芝麻又不太多 來吧 來吧 吃一點 各位看這裡 今天很高興 我們男人有一個早餐的元餵 大家應該都有人面善 但是都叫不出名字 所以呢 我叫不出的時候 我有時候都會講親愛的 親愛的 都不要誤會 我想我們每個人都做一個簡單的自我介紹 OK 我先介紹我自己 我在我那群組裡邊 我是寫英文名詞 寫Alina 當然實在 也可以叫俗譽 OK 那就是我 那我來參加應該也有 快兩年吧 差不多 有兩年了 那很高興 在這個團體裡邊 就是說收穫很多 尤其是那個老師 也幫助我很多 剛好都有一些問題 然後幫助我附近 像我這個手啊 什麼 受過傷啊 然後現在已經 我感覺是已經 嗯 跟正常都一模一樣了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激 謝謝 那 我們現在開始 就是每個人都簡單的做一個自我介紹 就 好 那就說 報告你的名字 婦女的書 然後玉石的玉 玉的玉 對對對 玉的玉 好 那我們現在就請 我們的新同學 來跟我們進行 簡單的一次 老師 然後大家好 今天很幸運 這第一次來 就有早餐了 也會 有早餐 有早餐 難怪今天新了 他沒多問 而且我來的 我的訊息 第一個 人家告訴我是不是練習梳頭 我這樣梳頭要兩個鐘頭 我也很納悶 然後 但是我 我真的很高興 因為老師今天教的運動 是在外面所學不到的 我們外面運動 沒有這樣的一些動作 那應該 我當然所以會來 就是因為我身體的狀況 所以希望說我來這邊運動以後 能夠改善我的 就是不理想的地方 那也請老師多多指教 因為很多可能是比較特別的 很高興 我還沒講 我是秀玉 那我原來有參加派局拳 所以那個 欸 那個不是 春梅 春梅啦 跟淑毅我認識 還有找他那個建章 建章我也認識這樣子 那請大家都給我照顧 謝謝 換我了 還好 那個 我叫莊光采 那個 我是住在 渴望那個一二期那邊的 那所以 就地之力 所以 那個 因為那個大嫂 那個 吳媽媽 引見我們進去 所以我們練功一直 還蠻勤快的 因為我們怕丟 吳媽媽的臉 那 我們 我在核能研究所工作 那在這一邊 其實真的是 有這個機會 覺得很難得 無論如何 真的是有時間都會想說 盡量去參與 那也非常感謝老師的付出 那在這邊 真的有這個機會 也跟大家認識 一起練功 我覺得這幾年 真的也是很難得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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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 建議還是用本名 因為現在我們群組太多 有時候都一直建議 不要用英文 真的是用本 因為早些是 英文 可以改 那時候可以改 因為是我為了要 補一些黑黑的 那是在中科院電子所 那我第一次知道這個訊息是 那個周國 他在我們中科院那邊 演講 我去聽了他演講 然後也跟他要了一些資料 然後我就很想練 可是呢 他也講說 他在他們那個社區 有在 待人家在練 那我就搞不清楚 他的社區到底是在哪裡 我那時候真的是不知道 後來 因為那時候 你在這個社區在教 可是我不知道你在哪裡教 然後後來那個 吳媽媽跟我們講 我們真的就去參加 我就是吳媽媽 吳媽媽 然後我們就去練 我發覺真的是很好 但是我們真的也不勤快 老師每次說 你們在這裡練 學了以後 你們回去要好好練 可是我們在家都沒有練 真的也滿慚愧 但是 我們真的有去參加 我們都 我自己覺得我都很用心 在好好把它練好 那也很高興 能夠跟大家認識 有這個聚會 真的也很棒 讓我們這個早午餐 都通了病解決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還有各位 全輩 還有同學們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是那個吳東環 就是去年在渴望活動組的組長 那個原油其實是 周老師一直請那個病名班長 一直說 要辦 我說最近蠻忙的 就偷偷到後來 喬定時間 然後我主辦人不可能不到 也跟著上 其實那一次也是 就在這邊 原廠第二樓 上得還不錯 我覺得上了之後 那我乾脆一起練 就一直練到現在 大概一年 一年有 一年 對 這活動 也感謝今天這麼多人參與 那有時候我也比較會 因為 本身我假日有時候是 救國團 這兩年的總幹事 還有我又參加後備軍人 一些防救災 那今天剛好早上 也有防救災課程 我也沒辦法去 等下我們又會下青春鋼 那也謝謝各位的參與 謝謝大家 我確實 你看我身體很好吧 我確實每天早上 五點鐘起床 晚上九點鐘入眠 這是我生活習慣 在江南周老師 知道我們做的健康操 健康的過程動作 雖然是我白天沒有參加 我做家事 我讓我的內人 等下我沒有去參加 但是我在家也不選 我就處理家務 但是 我這個人每天都做夢 夢很多 每天晚上有 老實地動作 我經常在夢裡 也有夢到過 這樣叫過 我在夢裡邊也有練習過 所以說 白天不用練習 我做夢才常常練習過 我每天早上五點鐘起床 也就是這樣 老實說 在床上坐 在床上坐 我覺得很輕鬆 我這個年齡 如果完全站兩個半小時 一個半小時 我腿子有負擔 所以我就是這樣 我做夢也在練習 老實教導我的動作 其實 我覺得 我在重複一次 我在過八十歲生子的時候 我認識了四句話 人生八十不為老 人生八十不為老 百歲人瑞今後多 壽命長短肥田定 修行相善保平安 這時候我做八十歲生 我今天九十一歲了 我今天九十一歲了 這個時間過了很快 這個時間我覺得我有年輕 四十歲比八十歲生還健康 我的精神 始終保持住 那種 絕對人的個性 絕對人的動作 絕對人的生活習慣 幾十年來我沒有間断 你就看我腰帶就對了 我腰帶 這個腰帶用了二十年來 也沒有大也沒有小 還是這樣的 對 我的這個 對 我的這個 從小沒知道 我的生活習慣是固定的 每餐八分鐘 多吃地瓜 多吃南瓜 大人大肉 我點到為止 吃喝一塊兩塊 我要說的話就是 讓大家能夠 對我的生活習慣 有可取的地方 可取的地方 你們不妨就休息一下 假設我還有很多缺點 也希望在座的各位給我指點 給我指教 謝謝 謝謝 一個條件我都有 他説那個嘴裡邊 一個情報主管 他說我請你去國家 做一些事情 就是過黃河送情報 黃河北岸就是日本人 蘿洋過黃河北岸就是日本人佔領了 我們是守的黃河南岸 在蘿洋 我說可以 這三個 我小小小都拒閉了 學生 書寶 七八 七十二十二十二 我都會 那他就交給個書寶 裡面轉了幾本中央的書看 他說你家是一個學生 過黃河南區 他們有所情報 他說田急不可邪路 就叫我田急不可邪路 裡面的東西都在書寶裡面 這個密碼 當個情報人都曉得密碼 密碼有各種方式 這種密碼是在書裡面 這個中央基本書裡面 都在裡面 他是外人是不知道的 怎麼能夠把這一篇情報寫出來 他是哪個天 天在哪個位置 什麼顏色 天在哪個字的什麼位置 到那邊 那邊那個檔案有情報 懂得這個密碼 他到那邊一對 變成了就是有情報 所以這個密碼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過黃河了 喂 他說我會不會有用 我有用 我從小在家裡邊 游泳騎馬 騎主要蛇 這都是我的專長嘛 所以這個情報我過去之後 他說虧什麼事 他摸第一割扣子 這表示是我悶身 摸周邊的扣子 表示他是哪一個情報站位的 他都站在我 交代我把機能拿進去 你就不要管 當那邊一定會做這些動作 所以這個任務 是很冒險的 假設被主人當地 擦 華酒 我這個做情報的學生 那當然沒有都沒有了 一定的嗎 所以好在日本 我就當那邊把日本 戰車 騎兵 步兵 打字裡多少 我就寄到腦筋裡 而後夜間過黃河回來 就像我的漲漫報告 我說我做華酒 就這麼多 他說你還帶我來什麼 我說我同樣還帶我來的書 還是在裡面的情報 我還帶我來的書 總有的人也看我 所以這個任務 我想今天在台灣 找不到幾二個人的 別看台灣 現在還有很多老兵 老人民 恐怕這個任務 現在找不到 因為有一天 其實我平時並不注意 前期不可協助 這句話我也回憶 已經快七十年了 明明三十年導演了 七十多年了 七十多年了 我現在這個經兵 也還是沒有協助 你不知道我剛才講的 密碼裡面什麼東西 我只是說明這個方式 怎麼樣傳統情報 我並沒有協助天氣 因為那個天氣在書裡面 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怎麼協助天氣 所以我就講 我這個 今天我忘了吧 我講了一個 再一個 三樣東西 各位是沒有的 第一個 全球發酵協定會 和台北市幹文會 前年的企業企劃 辦給我的抗戰英雄 聯合財政 去年馬英九代表 中華民國政府總統 辦給我的抗戰 也就是同樣的抗戰老兵 就是抗戰軍人 辦給我的獎章和獎狀 去年九三那一天 討厭十四章 就是現在民進黨的 討厭十四章 所以我覺得 學會會當盧少將 百分之抗戰英雄角度 這三樣東西 我要在座的一定 你們沒有 一爺好棒 下一次我們再請你 再跟我們分享 有誰能夠像爺爺這樣子 爺爺九十幾歲 我對國家絕對無愧 一生命 一生命 為國家做了這件 青毛的武 那些十幾歲 可是他要的挑釁也很挑釁 會不會騎馬 我說會 會不會騎在那兒 會 會不會猶豫過黃 會 這樣就是我最 從小孩裡 我就說一句亂這樣 對 我有什麼學生成分 現在是十十十七歲 所以 這件事情 我剛說今天在台灣 揚錢的話 大概招不出 可能招不出幾二個 十七歲過黃後 做情報 有過去嗎 嗯 哇 那些俄伏的 所以說要講這些 過黃過去嗎 還有 在金門 就算招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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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金門道的人 五萬軍人 五萬軍人 五萬老百姓 沒有人敢在 跑國家去拿東西 那一天晚上 發覺我們沒炭不油了 我們憲民部隊 沒炭不油了 怎麼辦 沒炭不油了 豆漿 饅頭都沒有辦法做 後來連長 就派人 叫這些 真不敢派 他處理要調水欸 我這個沒有水 要接著 這個鹹頭 這個鹹頭 裡面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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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要泡雞 都哪裡沒有喝的 沒有東的目標 那我們吃 這裡上次 通常都會跟東的水 那今天我們先謝謝你 也一樣 謝謝 好 我們要講這個故事太多了 我們要講這個故事太多了 我們最認真的同學 我是妖妹 生妖妹 不是 我是台灣人 媽媽是客家人 所以我不會講客家話 會聽一點 我說今天我最感謝的就是周老師 還有那個淑明 師母 我說我就是來這邊聽 春環飯的我來聽 因為我在這裡聽了以後 那時候他就叫我們放鬆 所以我放鬆回去 在這裡做幾個工作 所以我就開始跟周老師去練 我是每天練 在家裡我的天練 好好地練的都是 有很多毛病都好了 所以說我希望說各位的朋友 大家都要自自以恆 因為這個功 剛剛練不曉得 聖體會怎樣 練了以後你都會覺得 就慢慢的 不是說馬上學就馬上好 就是慢慢的就好起來了 所以我就一直寫 一直寫 我每天早上一直學 我就是先按摩 老師不叫我們按摩 我現在床部先按摩 按摩以後 就起來就練 早上我們練那個養身工 差不多要一個多小時 按摩時候要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 可是我都有持續在做 所以我練了腰也好了 本來腰 腰到下午都要睡在這個地板 讓他向身子才能夠再站起來 因為我有帶孫 帶了五個孫 外孫內孫都有帶 所以說希望說 現在還是不要帶 不要帶為了 很多人欠我 可是我前方也還是帶 內孫外孫我都帶 其實那時候還年輕 所以氣死了 你要再帶 沒有 按摩 老師叫我們按摩 對 按摩 按摩 按摩兩下按手指 不是 按摩班也會沒有 我本來這裡班很多 老師按摩會選一年多一點 我天天都按摩 就是你雖然全部都可以按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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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的有問題就來 互相研究 好 就簡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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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們不要帶她 ảm 妳們沒有介紹 妳們沒有介紹妳兒子 啊 她自己 她有介紹過自己 可是她不曉得 那要不要 打電話叫我先生來 那我先生一起介紹 我們先生 就是很會唱歌的喔 你們十幾號 你們十幾號要唱歌 和唱團的 就是我先生 然後有參加的人可以分享我的紅豆湯 定觀音、偶音就是這樣 吳爸爸是合唱團的團長 他這次有困難交代吳媽媽一定要煮紅豆湯給我們所有合唱團 他都沒有邀請我去合唱 不然我也敢唱 我們在邀請 那我們其實我住在小三騎這裡 這個房子也七八年但是我們都當杜將的房子 現在因為照顧婆婆我們就搬過來 我婆婆已經九十一歲了 一個眼睛看不到一個耳朵聽不見 那當然因為我是媳婦 在這個過程中我心裡也是有很多很多的感觸 但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一點我覺得說 無論如何我覺得學習一個好人相處 是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因為我們也會老 所以我覺得這段時間大概快半年了 那我也很感謝婆婆因為這樣子我瘦了五六公斤 因為照顧她很辛苦 但是我覺得說這真的是人生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過程 那我也很只能說很榮幸參與吧 那因為我覺得老病殘都是我們要面對的 然後我有兩個兒子 那他們我覺得因為我跟先生的身教 我覺得孩子變懂事 我覺得這也是這個收穫 然後我也是展展聽到說好像在會館 老師有在那邊練操 但是我很害怕痛 所以每次最後要拍我都好怕被搭 但是我都一直聽到大家說身體有很多很多的感想 我覺得真的很棒 我覺得這種就是一種很美好的分享 就自己也很好 別人也很好 大家都很好 那我真的是希望真的是 雖然這樣講的有點空洞 真的如果世界和平大家都好 那就沒有這麼多的紛爭 那真的是一件太美好的事情 所以我想我們先從自身開始 我們讓我們自己好 我們讓我們的鄰居朋友好 然後我們讓我們的國家社會好 然後我們讓國與國之間都好 我想大家都會在這裡面 空間裡面都很美好 包括我們的地球 好 謝謝 要地球好就是要大家吃素 這個地球就有救 這個環保 真的 希望大家就是肉少吃 本來吃一大塊現在吃一半就好了 就有救 地球真的有救 就這樣 請問一下你生幾個孩子 兩個人死 我跟你講練功的痛 不會比生孩子痛 我們這些媽媽知道吧 孩子不是只有痛兩個小時 我說痛兩天 你也要生嗎 對不對 好 互相鼓勵 男生真的不知道生孩子的痛 真的是 我想我就覺得真的是 一個持之以恆 還有就是說你要常做 因為尤其我們照顧老人 真的會很累 那所以呢 有可以的話 像禮拜六都來 然後這樣子鍛鍊 因為把自身 自身弄得就是 鍛鍊好 我們才有一個 要愛別人之前要愛自己 對 你要照顧別人 你自己如果不健康 你沒有辦法照顧別人 沒錯 禮拜六的應酬 能改掉就改掉 對 那要是可以像奶奶這樣 每天再練得把它更好 好 我們再請下一位 然後再講 睡覺的時候也蒙 你們這邊誰先 好 好 現在又 對比介紹之下 又加入養生班 那我覺得 我覺得參加這個 第一個就是我發現 全身的肌肉 筋骨 所有地方都讓它動到 那就是做完了就很舒服 所以那個 平常我其實都比較晚起來 對 禮拜六的很高 我比較穿 平常很好 OK 好 那很高興在這邊跟大家講 那希望以後呢 就跟 不過現在還沒有說 睡覺還做夢 還沒睡覺 希望將來能夠 提升到那個境界 好 謝謝大家 他們的女兒 跟我女兒是同的 所以一直他們是一起 在一起長大 那聖南老師他一直就是 對這個養生的工法非常有研究 然後他最 最讓人感動的是 他非常願意分享 而且他願意付出 他最大的志願就是希望 每一個人都 健健看看我到底搬水 所以說 我也是一個很懶的學生 大概就是禮拜六去練一練 可是這個工法 或許我們人在其中不知道他的寶 他事實上他真的就是你全身 全身的那個經絡都有動到 我們如果繼續練下去 其實我們到一百歲 其實我們的經絡其實都是很 很好的 所以說即使一個禮拜練一次 大家也要持續來練 我也是來練了三年多了 三十一二 一開始就資格 他是我們的創團的同學 那時候內閉是第一位 另外還有兩位 兩三位 我們就在那個溜冰場那邊練 大概一百零二年三月的時候到現在 我們快四年了 對 所以真的就是 大家真的要珍惜我們這一團 因為這個在外面練 這個價格昂貴 我們真的要剩下一筆 然後其實老師是真的是很愛我們 他就希望說我們就是健健康康 然後其實身體健康真的是比什麼都還重要 所以老師希望說我們只要有時間就來練 那他又不忍心給我們壓力 他說我們有事也OK吧 但是 但是我是希望說大家只要說能來 就盡量來 真的是那一個半小時即使是冬天 我們也會流汗 然後整個身體就是很舒舒服服的回去 那個七點雖然是有點早 回去再睡個不掉夜而已 就是大家把當中調一下 每個禮拜六 就來七點到八點八 好好把身體練一練 那那個禮拜都很舒暢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所以 就本來其實我是要帶我太太來練 結果她因為跟不上 所以她就沒有興趣 所以就是說大家 其實講這個就是說要辭之爺 像我以前在學校練 練一個 也是跟一個山東老師 練其實那個也算氣 也是氣功的一種 就是說我以前在學校 在學校的時候都晚點名又 就到那個禮堂的川堂去練 就是說你要練這種東西 慢慢慢慢這樣日積夜累 日積夜累 就氣功當然很多種 老師教的這個也是另外一種 就很多種 我們那個是叫鷹爪錢 我們鷹爪錢裡面有基礎工 其實基礎工也是練工 就像站莊 打一打 打丹田以後再做 再做挑習 那是又另外一種 今天不可以在這邊 對不對 我覺得周老師實在是很熱心 因為 願意付出 這個時間 因為我以前在那個林口那邊 有一個那個針灸的醫師 他講 他講那個 我們不是批評人家 就是那個李鳳山李老師 他以前剛開始 可能是比較 比較在推廣 但後來就好像價格 就錢就好像一起 要幾萬塊還是多少錢 對 對 所以 所以 大家就是說 不要因為這個不要錢 就鬆懈 好 對 這是我提供給大家 因為你 你就是說 腳好像說 不清楚 你再問老師 把每一個動作 都把它交代清楚 練清楚 所以你要講國術講 你這個腳多 這個你吃多 你沒有腳爛 你沒有用 所以你一個動作 其實你一個動作每天做 那你 搞不好人家一打 對不對 那你這個力量 像我們那個是 練丹田 你這樣 過來的話 你這個 氣得到你手這裡 我是有練過摔腳那些 他就是說 對這個也有興趣 這個 練國術的經驗 來跟大家 趕快謝謝蘇老師 謝謝 我覺得真的很棒 然後 因為全身都有拉到 那 就是 可能要到位一點 拉的會更徹底 我想說持續 繼續練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歡迎 陳濟銘 對 我在系尾 對 有時候我聽到那個先生 有時候忘了是哪裡 換我了 我非常感謝你們 最棒的 然後最親愛的同學們 及老師們 這是真的一個很優質的團體 然後最讓我有那種來上課的動能 就是因為這個團體真的很棒 其實我覺得不只我 大家都跟我一樣非常有福報 因為我們有最好的老師師母 還有最好的班長 還有最好的長輩們 因為我之前是在日商公司 當成本會計的一個工作 所以我的手肩腳都常常會痛 可是我上課了以後 我覺得最棒的就是讓我放鬆 然後沒有壓力之外 然後最棒的就是讓我最大動能 就是我們的奶奶 妖妹姐 她整個身材塑形 都讓我回事一亮 你知道嗎 可是她是好學生 我是 對對對 那因為我 我現在已經退休了 八月退休了 所以我希望以後 有更多的時間 來跟大家學習 尤其我們這麼棒的團體 老師班長同學們都是最棒的 大家都跟我一樣這麼有福報 給自己大家掌聲好嗎 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好 我給我介紹 我在水利署北區水增局工作 那我能 今天就像村美講的 有這個福報 我只是脫村美的福 她介紹我 大概兩個月前 跟我先生 蕭先生 我們一起來到這個團體 那我們就覺得非常的好 就是說 對於我們整個身體的一些 本來都很僵硬 那因為這樣的練習 這樣的一個 就讓我們的筋骨 稍微真的是有一點鬆弛 當然 時間上來講 可能我們才學了兩個月 那可能有一些動作 也還沒有真的完全很到位 所以我想我們一定要持續的 跟著同學們的這種精神 我們持續的在練習 那我這邊真的要非常感謝周老師 這樣奉獻的精神 對於這個無私的奉獻 真的是非常感謝 那我想以後 我們都應該要學習這種精神 以後 我們或許也應該回饋給這個社會 如果說我們以後有這個能力的話 我們也應該要這樣子來做 那就是說 真的很感謝認識這樣的一個團體 這麼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團體 真的我非常珍惜 非常謝謝各位 謝謝老師 我是 不好意思 我姓楊 楊磚一 那個 在群組裡面有我的名字 那個磚是那個五帝之一的那個 那個磚序的磚 它其實就是磚心的古字 那這個字念磚 秋水衣人的衣 我是楊磚一 謝謝 謝謝 來到這裡 我講一下 我剛好也認識莊主任 他以前是科長的時候 我們就認識 後來他後來榮生主任 我們也很榮幸在這裡剛好 又看到莊主任 在這邊跟大家學習這個工法 我覺得獲益匪淺 其他的很多的那個 大家都有講了 我就不再追溯 謝謝大家 謝謝 各位同學大家好 因為我今天真的很有福氣 第一次來分家 所以我 這表示我很有吃虎 這這麼大 那其實我會來參加這個 因為那個龍穴 就是那個健康嘉義館那個龍穴 他好幾個月前 就一直跟我邀約 一定要來練功 還有春美 我其實我每次不是睡到忘掉 就是 因為我禮拜一到禮拜五 我幾乎都五點就要起床 所以難得禮拜六 禮拜六偷睡一下 那今天早上一起來 我一看到 按下去龍穴就說 你到底來不來練功 結果我來了 我找不到他 然後會跟我說他睡過頭 所以我今天真的是很有福氣 那其實因為我也是上班族 那平常就是工作壓力也很大 那也一直想要 看有什麼工法 那像剛 我也去跟李鳳山學過那個 就是 對 但是那個 一起好像也是好幾萬 那個經費上 我實在 經濟上負擔不起 所以我大概學了一起而已 我就 就沒有再繼續 那現在就是整個身體都僵硬 然後體重也一直直線上升 那我希望說 我們也能夠跟大家一樣 遲之有恆 然後每個禮拜來練功 因為我其實我也很忙 那今天剛好沒事 一打開弄些就一直吹 我就來了 那很高興跟大家 有緣俱在一起參加這個養生班 那我希望自己能夠遲之有恆 然後有一個好的身體 讓自己能夠身心安頓 最主要我是要學習放鬆 因為白天工作真的是壓力大到不行 然後小孩子又剛好又要學測 所以蠻焦慮的 然後我們也就是非常高興 能夠遇到周老師 這麼好 為我們 跟我們分享來教我們 謝謝 我叫李文珍 還有文 對文是王志龐那個文 那個唱歌那個李文 那珍是底下一個情草的情 李文珍 請大家多多指教 謝謝 大家都自我介紹過了 那我們等一下 我們要請那個老師 跟我們講幾句話 之前呢 我要再介紹一下 我們的班長 林瑞碧 有一個群組 能夠臨結 除了一個好的老師之外 那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算是總幹事 班長 whatever 那我覺得呢 我們第一個要感謝他今天帶咖啡來給我 對 然後平常呢 我就覺得是很重要是這個班長 也算是一個靈魂能力 他就幫我們整個一個團體這樣聯結起來 然後會做這個一個聯誼啊什麼 阿滿鼓勵大家的 那我就覺得說真的要非常的感謝他 那在感謝他的時候呢 同時我要說一句話就是說 身體是我們自己的 所以可以的話呢 自己不需要別人去催促或什麼 自己主動 然後為了自己的身體自己主動那個 那我也承認我個人的 我也真的是起不來 所以我就錯過了 所以我沒有請假 因為我是 臨時就起不來 那所以我 以我自己的意思 我就覺得啊好可惜 那我希望大家呢 可以每個禮拜 都盡量出威出國 盡量都出新年這樣子 那現在我們就 歡迎那個周老師 要不要先請師傅還是 一起 那跟我們會講一下師傅 謝謝 謝謝 這個是他的心願吧 那剛開始其實我贊成 因為我們每個禮拜都被綁著 對 可是他就是興趣 他就喜歡跟人群接觸 那我每天在學校跟小朋友接觸 已經很累了 我都覺得假日很想睡醒 大朋友 對 那他的生理年齡 他比我大六歲 可是我們去測那個體脂 體內年齡 我卻比他大五歲 所以就是 因為他從年輕二十幾歲 到現在快六十歲 這樣三十幾年都在練 都在練 所以他整個身體的功能都還很好 可是我都在成全他 因為我要上班 學校一群孩子 家裡也有孩子 這樣子 所以 後來我發現 就是現在孩子大了 可以自立了 就是他有想到我說 我哥的身體比較弱 所以就帶著 就跟著來臉這樣子 對 那有時候我假 禮拜六會沒出現是 學校有活動 結果沒辦法來 對 對 就這樣子 我的名字幫你講 我姓梁 梁山伯的梁 那淑是淑女的淑 敏是敏捷的敏 所以你們可以叫我淑女 講師母有點確定 其實原來我的名字 我的職稱是老師 現在都叫我老師 現在大家都叫他老師 現在大家都叫他老師 因為從年輕的時候 就對身體的保健 產生了一些興趣 但這個興趣 可能也是我從小 一直有一個陰影 因為我的父親大概在 三十幾歲 三十幾歲就已經過世了 身父 也就是因為肝的問題過世了 那時候我根本都完全 沒有任何的記憶 我是有一天 我記得那還是一個 外面下了風雨的日子 我跟一群小孩子 跑出去玩 被叫回家的時候 我們以前 人過世嘴巴 都會放一個鴨蛋 鋪肩的鴨蛋 鋪在那邊 回唐山吃鴨蛋 那種的 以前有這個習俗 我那個印象就很深刻 從小在我腦子裡面 所以 我母親帶著我們家五個孩子 就是這樣很辛苦 後來 但沒辦法 因為他照顧孩子多了 所以後來就改嫁 所以我的養父 他也是一個 跟陳伯伯一樣 是一個退伍軍人 但是他也大概 八十三歲 那我過世前 身體都還蠻硬朗的 大概八十出頭 都還能夠起腳踏車 但是後來還是因為 巴金森症的問題就過世了 那 就因為有 我爸爸的這個情況 另外我的母親也是一樣 我的母親有糖尿病 他也是大概三四十歲的時候 開始 身體就一直 需要靠西醫的這個 打胰島素過 所以狀況也就一直這樣維持 大概六十多歲 六十三歲的時候過世 六十一歲 六十一歲 六十一歲過世 那 這個過程讓我就 心裡就很有感覺 尤其在我媽媽住院那個期間 她是大年一出院 我把她送去台北的樓種 馬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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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馬街 待了 最早是在榮種 待了以後 後來是 沒辦法救回來 那麼 那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在 就是人到 在那個階段 四五個月 是能躺在病床上 每天下班 我都從辦公室這邊 跟著熟眠 然後小孩子也帶著 我們就去 醫院看她一下 就算開到那邊 待個一個小時 看一看再回來 這個我都覺得 反正見人子 就該去一下 但是這個過程 讓我覺得是說 我為什麼 在年輕的時候 我不把身體照顧好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 雖然 我媽媽住院那個期間 我再忙 但是我禮拜一 那時候是 我們院裡面有一個中山國術社 那時候我在裡面 當國術社的社長 所以我禮拜一 我還是固定會去那邊 我們有教練 然後我是要當助教 教我們的同仁大家練功 就這樣 也經歷了大概有八年的時間 在補助社 好 就因為有這些經歷 讓我對健康這一塊東西 體悟很深 所以我就 除了上班以外 下了班也沒什麼別的興趣 就是練功 這樣子 所以淑敏昌說 我有點呆板 只在追求這一塊東西 事實上 這個沒有的話 其他東西都是空的 所以我想 這個 需要我們一輩子 再把這一塊東西照顧好 那我們練的這些功 我常常跟同學講 我們練的這個功 事實上它全部都是在復健 就是讓你身體 哪些有問題的地方 讓它做復健 做修復 我們沒有辦法說 用單一的功法 去處理所有的問題 但是我可以用很多的功法 去照顧大部分的問題 所以 有時候是因為 我們禮拜六只有一個半小時的時間不夠 那 我只能說 前面把它當作一個固定的標準課程 後面的半個小時左右 我們就 穿插一些 這個 其他的方式 讓它一個 一段時間練習這個功法 所以你可以根據這個整個的 一年下來的練的東西 那你就可以一段時間練練這個 一段時間練練那個 什麼都不會 基本上大概都不會有任何遺漏的地方 那我在練 變的這個功法裡邊 每一個動作 也許你們現在的感受 不見得那麼深 甚至就覺得 喔 蹲在那邊好累 好辛苦啊 但是 那個過程 你如果一個人自己在家練 你可能練一練 起來就不練了 可是在那邊左右一看 喔 這個頭一下 蹲這個頭一下 蹲到 我就蹲一下 會有這種 這個團練的這個效果出來 互相督促 所以這個是團體的這個 練的一個 最好的一個方式 我跟淑敏 我希望帶來他練功 老實講 我已經講了很多很多年了 但是一直沒有實施 因為兩個人回到家裡 就不想動了 所以一直沒有什麼 沒有練功的 這個 這樣的一個動機 後來是剛好瑞弼他們想動 我們就開始動 那我就把它拉進來 兩個變三個 三個變四個 後來就變這麼一團人了 這也是我始料未及的 但沒有關係 只要我們這個聚在這邊 每一個都是老師 未來 你都可以去影響你周遭的人 你只要把這個功法學好 你可以去影響你周遭的人 讓每一個人都獲得性剛 我想這個是 不難達到的 不管你現在有這個 腰痠被痛 頸鑽脖疼 膝蓋痛 手痛什麼等等這些問題 都不是問題 相信我 只要你找到方法 那也許你現在因為 有些方法還沒有領悟到 它的這個功效 所以你還在摸索 沒有關係 你有如果說有一些 特別痛的問題 你可以私下跟我 我們那個 中間的休息時間 或者下來課以後 跟我大概 針對你的問題 我們大概 大家交換一下 心得意見 也許可以讓你找出一個方向 再很快的 就過得自己的健康 好不好 我今天其實是想聽大家 這方面的分享 我就不要講太多 但是我還是講一件事情 我跟二十照個笑 我跟二十照個笑 先等一下 我藉由不當影子 你這樣 你這麼煩我還是 對不對 那個 我前天 昨天還是前天 我忘了 昨天吧 是不是 我有寄一個那個 那個影片讓大家看 那個是有個醫生 他在介紹怎麼讓你的脊椎 自我的調整 事實上 我們的身體 如果說我把身體的中線 劃分以後我的左邊 右邊 那 你通常會有疼痛的問題 大概都是單邊的問題 比較多 甚至應該是說 大部分的問題 都是從單邊開始 你如果一開始就兩隻手麻 這個是同時的脊椎的錯位的問題 但是如果是單邊的 譬如說 右手痛 右腳痛 右邊的 這邊的 眼睛的 那個 頭部的一些酸麻脹痛 這個都是單邊的問題 那麼 這些單邊的問題 你怎麼去把它排除掉 那麼去年 我應該講今年吧 我們是不是二三月 教過這個按摩的工法 老同學還記得嗎 新同學大概還沒有在學 我會再找個時間 在幫大家整個再去做複習 那我會再加入一些新的想法 那這些按摩的工法 也是我個人一直在追的東西 我一直在追的東西就是說 我怎麼讓自己的雙手 能夠幫我自己 把所有的問題都處理掉 我到目前為止還做不到 但是我現在我認為 大概八九十以上的問題 我們自己都可以治理 那這是很重要 因為個人的自我保健 在你的這個健康裡面 這個比重太重 我上次那個演講 我有特別提到 世界衛生組織講 我們個人的自我保健 是佔了60% 比你去醫療 醫療那個 雖然是大家最依賴的 其實醫療只佔了你健康的12%而已 都是比重的不高 最重要是你個人的自我保健 好 那我們回到剛剛講的這個 脊椎單邊的問題 那個影片裡面講的是 叫你去這樣動 對不對 譬如說 我今天右邊的這個 酸麻腸痛的問題 那基本上就是你的脊椎 是有往右邊偏的現象 所以你單邊去動 去把它矯正回去 是一個方法 對不對 可是這個問題就在於說 你在做這種動態動作 不見得每一個人都能夠鬆 然後你不是鬆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多做 做 可不可以很好地去幫他那個 錯位的脊椎矯正回去 其實他有一點點忙 然後長點的地方是不見得那麼鬆的 把它轉回去 那麼通常你發生這種 譬如說你右邊腰突然 或者右邊的腿突然痛的情況之下 這個情況的發生通常都是 對你來講 你有感的時候通常就是在 剛開始那幾天 譬如說我今天一覺起來 忽然覺得右邊痛 但是你如果說右邊痛 已經痛了很多年了 很長的時間了 那基本上你要先去找你的 這個睡眠的姿勢 你工作的姿勢 還有是你的運動的這些 譬如說打網球 單邊的運動等等這些 如果是你 這個運動是雙手的 這種大部分都不太會出問題 通常都是單邊的這種運動 比較會有問題 好 假設我的右邊有問題的情況之下 我怎麼把我的右邊的脊椎 往右偏 我怎麼把它轉為左邊呢 這個 家裡這種椅子就很好用 你利用這個椅子 這樣子轉 轉過來 把身體盡量轉 下半身盡量不動 然後轉到極限點 請看 聽到我的腰 脊椎整個 看看他好幾聲了 好 已經鬆掉了 好 就這樣動作就好 右手拉 左手推 右手拉 左手推 用力推 然後脊椎整個坐正 把它放鬆 卡 你們可以試試看 現在有沒有哪一個同學 覺得你右手 好 陳媽媽你過來這邊坐一下 好 你是右腳 右邊嘛 好的你坐下來 你嘗試看看 稍微往前坐一點點 不要坐那麼多 再坐一點 好 來轉過來 手來放這邊 再轉過來 來 腳再過來一點沒關係 如果說你的靈活度還沒有那麼大 但是你盡量做到這樣 好 好 放這邊 這邊拉 這邊推 把你的脊椎轉過去 對 好 盡量這樣推去轉 這是一個很好的復健的方法 好 就讓你的右側的壓迫把它排除掉 用力推 對 如果說你這樣一推就聽到一個 啪啪啪的聲音 恭喜你 因為你的那個問題就 壓迫的問題就排除掉 沒有聽到的話 好 你就繼續做 你坐坐坐 坐坐坐 你再站起來 你會發現你那個右側的痠痛 已經比較舒緩了 還是有用就對了 對 還是有用 就是這裡拉 自己推 對 這裡推 這個推你身體是不是就往這邊轉 然後這邊拉的話 是幫助你把這邊拉過去 了解嗎 右邊拉把你身體拉過去 左手推過來 像我們的 如果我們的脊椎 你看像我的脊椎鬆的話 我可以轉到這個幅度 有沒有 有的人他可能脊椎的幅度 那個聯合度不夠 他可能轉到這邊就緊緊了 還有一個好處 我們大部分的練功 很多人都是希望要健美 要瘦身子 你常常練這個動作 你的腰 它的循環 你的代脈 循環改善 你的 這些問題就排除掉了 所以 什麼問題 不要 像他 如果說你右邊有問題 你就坐這一次動作 對 你站起來感覺一下 有沒有舒服一點 有沒有 最近就是這裡 你現在 講真話不用 不用 講真話 有沒有感覺比較舒服 有 舒服 一單好像這裡 這裡就舒服 對 你這邊的痛 它會痛是因為 你要一轉它就會不舒服 表示說你那個肌肉在收縮 所以你現在把它肌肉鬆開以後 鬆開 它自然那些 那些的傷的地方就會得到舒服 想做就做 這個沒有 你不要吃得飽飽在那邊做 那也不好 只要你想到你就去做它 你如果有單邊的痛 你就往另外一邊去轉它 這個 這個觀念 可以讓你排除掉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另外剛剛我再講一個重點好了 我們頭部的問題 我們的頭部 這邊總共有 整個算起來大概 不含頸椎的部分 總共有22塊骨頭 這22塊骨頭那邊 我們通常以為說 我們這個人 頭在那個地方 其實 我們以為是這個頭的骨頭 是不太會動的 這個 我們從小的觀念 一直這樣 就覺得我的頭的骨頭 就是 除了我嘴巴能夠開合 我耳朵也不能動啊 你看哪一個人耳朵 實際上那個動的量都很小 那 我們的這22塊骨頭 我們最頂上這個地方 這個叫什麼 那個 這一塊叫額骨 額頭的額 額骨這一大塊 兩側這個叫頂骨 頂上的頂 頂骨 後邊這個叫枕骨 然後這個叫捏骨 影響到你的那個耳朵這邊 還有鼻骨 另外這個群骨 還有一個上邊的上海 那個涵 一個涵 一個涵 那個叫什麼 上涵骨 不曉得 下面的下涵骨 好 那這些個骨頭 是我們主要的大的骨頭 其他還有是穿插在 我們的頭部裡邊的 你的骨頭能不能動 看你用多少的心力在上面 如果你的這些頭骨 能夠動得很 能夠隨意的盡量去動的話 恭喜你 你不太會有血壓高的問題 就是說 你頭部的 我們平常如果說 你會覺得頭部很脹的話 基本上是這邊的壓力太大 釋放不掉 你如果能夠讓這個骨頭 也能夠動的話 那麼你的頭部 你可以保證 我可以跟你講 你的頭部的那種 疏鬆的程度會比別人好 那這些 這些動作 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跟你們講過這個 肝炎症 最近剛好 因為上禮拜有一個同事 有兩個人 我們去聽那個 徐元廷徐伯的那個 疫經的課程 你沒有去聽 在圖書館也跟 我們中心的主任 講疫經的課程 剛好坐在我旁邊 兩個同事 兩個都很嚴重的肝炎症 肝炎症 我跟你們講過 我們的這個地方 你把你的眼睛閉起來 然後 我把嘴巴遮得不好看 閉起來 用力的閉 閉個十秒鐘以後 打哈欠 你這個動作 大的那個 把你的骨頭拉開的那個時候 就好像在幫你的淚腺 做那種Bump 那個壓的動作 所以就會分泌淚液出來 你有了淚液 你就不需要去噴那個人工淚液了 所以 這是一個肝炎症的好處 但另外一個就是 你在做這種開合的動作的時候 真的 你的這個整個的骨頭 它也在髒了 所以 回家 有事的時候 有空的時候 不妨去對著鏡子 去想辦法 扭動 去想辦法把你的整個頭骨 去扮鬼臉 多去扮一扮 讓你的頭骨能夠去動 那這個好處非常多 我也是大概這兩三個月來去 去 去 我就看了一些書 然後去體會到頭部的這種運動的重要性 我個人感覺這個方法還不錯 那麼 等 大概 差不多 再一兩個禮拜吧 之後 我可能會再把 按摩的這部分 從頭到腳 再整理出來 再跟大家再做一支複習 好不好 好吧 那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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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嘚 再看 這個要拿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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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 這個要拿 我們跟爺爺一起抗誰的劍嗎 跟抗戰英雄合作 等一下 後來出來